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专业的产险公司的使命跟承诺是什么呢 我相信那就是紧扣市场的需求 不断地自我提升加强内部的管理 同时提升业务的水平 还要尽到社会责任 我想这样的一个公司才能够成为一家专业的产险公司 新闻产物保险公司成立已经60年了 这一家公司它是怎么样做到 既稳健经营又能够做好风险管理 又能够培养专业的人才 同时可以落实ESG 进到一家产险公司的社会责任 为整个社会的永续跟环境的永续做出贡献 这样的公司是由什么样的团队所领导的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新闻产物保险公司的何英朗何总经理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两位副总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过去他们怎么样成就今天的所有优异的表现 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总经理何英来何总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刘定清刘副总经理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蔡世贤 蔡副总经理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何总我想各位公司的表现就不用说了 除了专业表现以外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提一下说 贵公司竟然可以成为金融股的股王 可以提这件事吗 我讲应该可以了 谢谢 那我觉得一个上市公司不隶属在金控底下 在股价上能够有这样的一点都不输大型金控制表现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成就 那当然我想后面一定有非常多的努力 还有贵公司的核心价值还有使命 总经理是不是跟我分享一下 好 我想一家公司的经营都很辛苦都很重要 那有幸我们曾经做过金融股的股王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星光产显来讲 我们自己本身觉得它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把公司经营好 成为一个永续经营的公司 所以其实我们公司一直以来 我们遵守我们的核心价值 就是专业创新效率卓越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专业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因为唯有我们产险业 其实最重要的是做风险管理 是透过我们的风险分散 然后让我们的客户可以获得保障 所以其实风险管理对产险公司来讲 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那它就来自于我们的专业 因为我们必须要懂得风险分散 风险的几率的计算 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商品的规划 或者风险的为纳量 或者对风险的敏感度 那人才的培训 这些都是专业 那唯有专业 我们培养出良好的人才 优秀的人才 然后我们才能创新 然后才能产生效率的作业 进而可以作为卓越的公司 然后为我们的保护服务 所以星光产险一直以来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专业 创新 效率 卓越 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去落实的 那要怎么去落实这些事情呢 其实就要透过制度的建立 其实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制度建立 就是把我们的工作经验 我们所有的作业程序 全部都文字化 制度化 因为要透过这样的细节的制度化 我们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该怎么做事 怎么对该做什么事 做对什么事 在每一个环节上 上下游的关系在哪里 那时间 时效 效率性 这些都非常的清楚的制定出来 那在这样的作业程序 这样制度化下来 我们就内化成 我们每一个员工 他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内化成 他们的习惯 当习惯就变成公司的文化 所以公司的公司文化 就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我们对于公司的制度化 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的落实在 应该说在执行 然后而且大家贯彻 执行落实以后 那经过人事物或者市场 或者是有更好的工具技术 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修改 精进我们的制度 然后让我们的制度 再可以落实到全公司 全省的同仁 他们继续落实去执行 那周而复始产生我们公司的文化 让所有的同事都非常清楚 公司的文化在哪里 其实就是在同事 每一个人他的身上 每一个人他对公司的工作 作业程序的落实执行上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文化 好 当然讲风险管理 大家都知道 残险公司现在 他就是一个风险管理专家 那这一阵子呢 也为了防疫保断的事情 整个社会一直在 不断地在讨论 残险公司到底怎么样做 自己的风险管理 那为什么没有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想既然贯公司 有这样的表现 一定表示 你们在风险管理方面 做得很好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还有你们的经营策略是什么 基本上我想风险管理 这件事情还是就是刚刚提到 就是要落实到 每一个同仁身上 那我们每一个同仁呢 对于所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对于自己的工作 都要有风险的敏感度 因为事实上在外在环境 人事物都在改变 那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自己本身的工作上 我们要随时保持 我们的风险敏感度 那经过我们公司 其实我们不断的组织在开会 甚至我们这样讲 我们的工具上来讲 像现在手机是人手一机 我们公司利用这个手机的 所有的它的应该说 它的通讯 通讯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建立了我们公司 非常多的群组 那当然这样的运用呢 只要运用得宜 我们考虑安全性跟那个 该有的那个私密性 这些我们都会考量 那我们透过手机的运用 公司的电脑 email这些的运用 我们其实很快就可以组成 我们公司对于各项工作 职能上它的敏感度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开会讨论 所以其实我想在这几年的疫情 影响到 所以让我们大家更了解说 我们其实无远佛见 全省我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发现问题 讨论问题 然后我们就精进落实执行 我想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循环 那循环做了以后 同事大家都养成习惯 那习惯就内化成公司的文化 所以新方产险一直以来 我们重视的就是稳健经营 我们认为稳健 不论是在我们的保险本业 合保商品的规划 那销售的风险未纳 还有费率的氏足 以及我们甚至我们的投资 其实都是以稳健为主轴 那唯有在稳健为主轴底下的经营 我们认为才是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 我想您刚提到这些呢 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内部管理 一定要把内部管理做得很好 才有办法落实您刚提到的这些文化 那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把风险管理做好 但是业务的绩效也很重要 所以你们有什么样的措施 可以做到 兼顾内部管理跟提升业务绩效 在这个地方 我其实一直很重视公司的文件经营 所以其实也 同时一直在跟全公司的同事 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说 业绩不是公司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个上市公司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风险管理 在风险管理下创造公司的利润 因为唯有公司有利润 我们才能对我们的保护 是有稳健经营的保障 以及对我们的员工 才是一个幸福企业 对于股东也才能 对股东的肯定 我们可以给股东 就是合理的报酬 所以我认为一家公司的经营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利润 我们必须做任何事情 在稳健经营下 求取合理的报酬利润 所以业绩是利润来源的其中一项 但它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最重要考量应该是在风险管理下 有合理的利润的经营 我们认为这才是公司 最重要的经营价值 是 您刚开始强调专业这两个字 那当然我想一个公司 拥有专业人才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止专业而且它也有责任感 所以贵公司用什么方法 去培养既专业又有责任感的 从业人员 我想人才是公司 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我们其实一个公司 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才 那在人才部分来讲 星光陈险一直以来 我们都不遗余力在发掘人才 因为在公司里面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样人才 但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会议的讨论 然后发掘人才 那人才去建立 刚刚主持人讲的时候 要建立他们的责任感 那其实我们透过很多的会议 透过很多会议 鼓励大家 就是把大家的想法 然后提出来 那经过讨论以后 我们采纳了我们同仁的想法 然后落实去执行 让同仁产生成就感 而且产生他对自己的肯定 对公司的肯定 那我们周而复始呢 其实我们使用了会议讨论 然后落实执行 那以及呢 我们还会轮调 因为我们认为人才的培养 它必须要多方面 多方位的角度 所以我们轮调也是我们公司 非常重要一个环节 我们的轮调 其实对我们同事来讲 是一种肯定 在我想在十几年前 同事其实比较排斥轮调 因为他觉得一个工作纲位 他很熟悉 但是在这几年下来 每个同事都非常开心 只要他轮调 就是公司对他的肯定 因为公司要训练他们 培养他们多元化的观念 可以看得更广更远 那其实这都是我们 对于我们的主管的 一个培育的方式 我们休息 我们再后来看一下 在由男性的高阶主管 组成的产显业 星光产显如何 在一个女性的总经理底下 缔造我们今天讨论的成绩呢 立刻回来 产显公司的经营 那个难度 远超过我们一般人 所能够想象的 因为他毕竟非常的专业 涉及的险种 还有相关的领域 非常非常的多 那因此呢 要让一家产显公司 能够经营60年 而且呢 一直维持稳健的经营 有非常好表现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现在保险杂志呢 每年都会公布一个 保险公司见检的七大指标 那我们看到这个 七大指标里面呢 贵公司在很多个指标上面 表现都非常优异 优于大部分的产显公司 那特别是我注意到 比方说 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 总资产 或者说保险公司 你刚刚提到利润嘛 滋留综合率啊 或者说保险公司 自我承担的能力滋留率 贵公司表现都非常好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想首先星光产显非常感谢 因为杂志社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见解 因为其实每一年我们透过这个杂志社给我们的产显业的见解 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事情 也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公司还有哪些项目可以再精进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在于杂志社对于我们产显业 对于保险业 其实真的是非常一个正向的领导 让我们了解说 除了业绩之外 其实这些才是整个企业的永续经营最重要的指标 那当然我们公司对于这个滋留满期综合率 我们非常重视 在这个滋留满期综合率呢 其实它要透过商品的规划 那以及费率的适足性 还有呢就是我们销售团队 他们对于这个费率适足性之外 他们如何去争取 我们认为保险 它本身的保险品质 是属于稳健的公司 或者是企业个人 那在这个部分 甚至销售的未纳量 风险未纳量 再保的安排 其实产显业真的 它是一个大学问小生意的一个事业 但是这个事业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 它真的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民众 它的财产安全 这个风险分散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 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说 可以在这样的行业里面 一直在成长茁壮 那对于这样的指标 我还是就非常感谢杂志社 给我们这些见解 然后我才从这几年 一直在这个见解中 我一直在学习 如何把这七大指标好好做好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精进的 不过我想在我们全体同仁努力下 我们目前的成绩单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成长的空间 好 我想见解是有点像我们身体的见解一样 是把我们内在的这个特质 内涵 用真的是客观的数字表现出来 但是虽然有这些好的表现 也需要一些外来的肯定跟鼓励 那所以我们如果看外头 看贵公司来看的话 不管是保险的情况来讲 或者保险的主要讲 贵公司都有很好的表现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是就是刚刚提到了 我觉得制度的建立跟落实 贯彻执行 然后在内化成大家的习惯 我们在随时讨论 随时精进 随时改变 那透过这样的循环 其实就是我们这样讲说 在制度的讨论以后 经过讨论 我们形成制度 我们就去做 做了以后呢 我们必须要检讨分析 检讨分析完以后呢 再精进 因为永远 我们随着人事物的改变 我们都必须要再改善 再改进 那在经过我们这样四项的循环 不同的 一直这样的精进当中 其实已经内化成我们每个公司 我们公司每位同仁 他们对于这样的作业模式跟习惯 对于工作上来讲 他们都已经变成是一个公司文化 那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形成了所有同仁的共识 我们才能落实去执行 然后养成一种习惯以后 就形成同仁的习惯以后 就变成公司的文化 那在这几年 在我们所有的主管 同仁努力下 我想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营业团队的刘副总 以及我们核保商品规划的 团队蔡副总 在他们的带领下 其实公司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我相信我们会持续做得更好 确实 我想业绩的成绩单我们就不讨论 但是我们讨论一个就是说 新来保安杂志做了一个 对一千大企业的问卷调查 这个调查经营做二十几年 意思也就是说从最早 可能我们台湾的经济 主要是靠传统产业 一直到现在高科技化 我们一直跟着这些企业的脚步 去了解产品公司在这些 这个转型的过程中 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们就发现了 贵公司不管是在专业上获得肯定 或者说社会服务获得肯定 还有整个形象 都得到这些千大线 不管过去我们的经济主体是什么 但一直以来都获得很不错的表现 那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想贵公司一定能够做得到 配合整个经济发展的顺喜万变 去调整你们的经营策略 才有办法一直获得 这些大企业们的认同跟肯定 所以贵公司是怎么做到 真的是扣紧市场的需求 然后调整你们的经营策略 很有弹性的这样做 所以才能够获得客户的信任 副总 首先这是要感谢客户大力的支持 也谢谢现在杂志的一个调查 其实这形象的部分 公司长久以来 60年的品牌的经营的成果 这让我们营业人员 在营业的形象上 有很大的注意 也得到客户很大的认同 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既在企业保险的服务上 我们比较重视 服务人员的一个专业培养 比如在保单的内容 或者是在保险的条款上 这是最基本的训练 但最重要的我们服务人员应该要站在客户的立场 帮客户做最完善的一个风险安排 而且在我们对客户的关怀上 不能只有在续保的时候 尤其在近年来我们环境变化很快 不管是在法令或新的风险的产生 那我们服务人员更应该要站在多位客户的考量 来提出 来提出那个损方的建议 或损害房主的建议 这样让客户在 平时在客户也让客户平时注意个时事 然后拿一些案例跟客户来做贴近 这样才更能让客户来获得客户的信赖 来共同创造双赢的部分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经营策略 我想我不知道是根本顺便请教一下 因为像我们整个氛围 几乎都是认为产险公司的很多商品都在涨价 那我们在报章媒体上也常常都看到这个报道 那社会当中就会觉得 好像保险公司动不动就要涨价 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观众了解一下 有些闲种之所以必须涨价是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未在的环境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债保的一个安排 所以在债保人的一个目前通膨的部分 或者在风险的考量 所以它对台海的关系又不大的稳定 所以对台湾的一些保险 他们有势必在风险上有所考量 所以在价钱上都会有所提高 这是目前我们遇到比较重要的问题 我想这是比较专业跟比较深层一点的问题 也许不是我们一般的民众所可以了解的 但我们至少要确定说 保险公司涨价是有所本的 是这样吗 是我想保险公司我们也不是都是涨价 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做 我们所有保险商品 我们精算部门都会做保险商品的检视 那有些项目呢 其实我们看到损失率是下降了 其实我们就会降低费率 对 就会调整费率 就会降低费率 那相对于在损失率攀高的状况下 那我们就会去调整费率 那损失率其实为什么各位感觉到说 常常会攀高会越来越高升 其实这里刚刚提到 刘副总提到一个最主要是通膨 因为我想在去年度 其实全球升息 去年度的全球升息 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升息 所以创造了全球的股市跟债市 双跌的局面 这个其实是很少见的 那经过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升息就会影响到通膨 那通膨这件事情呢 就会影响到损服 所有各项保险 我们是损失填补 当我们损失填补的时候 通膨的因素 所有的损失填补都会上涨 所以我们的损服就大幅的攀升 那损平的部分呢 是来自于我们所有的保护 其实各位保护 对于我们的求偿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对于保险非常有概念 所以求偿的意识也是比较高的 那我想这些都是好事 因为其实台湾的保险费率 产险业的费率 跟全球在比较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非常低的 那当然我们的债保人 都是国际上的大债保人 那债保人他们也发现 这样的事情以后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平衡 他们认为说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 是国际化的 是全球的 那台湾的产业呢 其实也纷纷都走出去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工厂 都有它的业务 都外销 那其实这些保险的风险呢 其实也是全世界国际性的 因此在债保人 在于这个债保的保险费率上来讲 他们也做了一些提升 我想其实整个保险业对于费率 至于是提升或者是下降 其实我们是用损失率来看 还有当然是人事费用率 其实这几年产险业 我们的人事费用率 其实各公司都非常 真的我们都非常的尽量尊解 其实在这个部分 费用率其实是没有成长的 那最主要都是来自于损失率 然后经过我们精算的部门 精算师他们核算之后 那费率有需要做调涨 我们就会调涨 有需要做调降的 我们也会调降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官方这样想 如果我们没有买保险的话 我去修理我的车 过去去年可能5000块就可以 但是今年可能要8000块 因为大陆万物都在涨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这个变成保险公司来负责 也是一样 也是要从5000变成8000 这个观念应该大家可以更了解 为什么参与公司在运作上的时候 会发生到你觉得 为什么要涨价的事情 那么这么一家保险公司 又怎么样做到社会关怀呢 立刻回来 一家产品公司的经营呢 如果从感觉上去讲起来 它是一个很硬的东西 很艰深的东西 在这么硬的经营底下 要有一颗柔软的心 同时能够兼顾到 怎么去关怀社会的弱势 怎么去做公益 对社会做一些贡献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要讲得奖 我看各个公司在这个 跟社会关怀有关的奖项 得奖的状况也非常多 这些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星光彩显示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slogan 就是处处星光 让爱发光 那这样的理念呢 应该在星光彩显 60年都是秉持这样的理念 所以我们所有同仁呢 其实对于我们努力的经营事业 然后让公司有获得好的利润 接下来我们就会有利润 我们就可以执行我们的公益 那在这样的就是应该在全省的同事来讲 他们都非常的落实在执行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公益活动 是请全省同仁去找我们全省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然后这些弱势团体经过我们同事 他们实地的访查 那我们再进行这个老弱妇孺 因为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公益团体 我们认为全部都要照顾到弱势团体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求自己 在老弱妇孺这四个项面 我们都要兼顾 那在这个向下来讲 我想在全省的同事 努力的在探访这些需要照顾的弱势团体下 我们一直落实执行 那当然公益事业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永续 跟企业一样要永续 我们也要永续的照顾这些弱势团体 因为每一个他们应该说这些组织里面 他们需要的是随时随地 每一年每一个月都要有这些 应该说有这些捐赠 让他们可以照顾这些弱势团体 而不是一次性的 因此我们公司在所有的公益事业 我们都要求我们要永续 那永续的捐赠 但是我们会随时的评估 所以我们每三年会去评估 这些团体是不是有真的在落实 在照顾这些弱势的族群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公司捐学的活动 我们已经持续了16年 那在台中的惠宁盲校 这些学生里面 我们也持续了有捐赠了10年 我们认为其实16年跟10年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会随着我们公司的经营 我们会一直持续不断地去支持这些 非常有爱心的公益团体 他们想要做善事 我们也要支持他们 而且呢我们又开始落实 在这几年我们开始做志工 我们让我们全省的同事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参与了活动 他们更有同理心 那更了解说对于这些公益团体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可以除了金钱的捐赠 还有身体力行一起去执行 那在今年60周年呢 我们更又特别做了一个净滩活动 我们从南部中部到北部 我们举办了三场的净滩活动 这些净滩活动从我们董事长 吴兴宏董上带领我们 一步一脚印的去做 我们董事长最认真的在海边捡垃圾 那我们同时呢 我们这一次呢 是召集了我们全省同仁 以及他的家人小朋友 鼓励他们一起来参加 那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在今年的这三场 接近了大概1500多人的人次的参与 那以及我们在这个北中南 我们减食了2700公斤的海洋废弃物 那这都是很可观的 而且对我们来讲 它只是个开始 以后每一年 我们都会这样进行 带领我们的同仁 及他的家人小朋友 一起来共同做这个公益事业 好 我想我们用听的 不如用看的 我们今导播跟我们一段影片 请各位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也许不知道 我们一年大概就有800多万吨的 塑胶垃圾倒入海中 相当于这一分钟 就是一卡车的量 环境的污染 不只是造成这个地球的暖化 是这个气候的改变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然后各方面都是很随便的影响 亲自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尤其是小孩子 他怎么在这边 可以等他们一个机会教育 然后大家未来 有多关心我们的这个环境 你今天捡到什么垃圾 捡到塑胶袋 塑胶袋在海里面你觉得会怎么样 会让小鱼生病 所以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对不对 而且我们要把沙滩里面的什么东西捡起来 垃圾 垃圾捡起来 对很棒 好谢谢你们 2023年星光彩血 敬开日 敬开地球岸 勇俱新花期 每一刻都珍贵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愿着去追 我们从今年以来的一些产险公司发生的状况 可以理解 其实一家产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 既然作为一个风险承担者 一定要有非常好的经营的态度跟稳健的方法 才能够成为一家值得信赖的公司 刚刚我们在讨论到风险控管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讲起来好像也是一件很容易讲的事情 但实际上很不好做 基本上它里面可能有时候 跟客户的需求是有冲突的 甚至有时候客户会觉得 我就是想要把风险转嫁给你 你怎么回过头要我在做什么控制什么什么的 所以通常你们用什么方法去跟客户沟通 让客户了解风险控管是必要的 而且是创造双赢的方法 其实服务客户最重要的是同理型 现在的客户的素质都非常高 他们其实不是指在乎保费的高低 其实他们更在乎保险公司 有没有提供完善的保险保障 跟售后的服务 那我们平时我们服务人员 要跟客户做好专业的服务 并站在他们立场帮忙解决一些问题 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但是如果呢 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真的在风险因素的考量中 如果在风险因素的考量中 如果发生在造成的费率保费 或者是产保的范围有所不同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的跟客户做说明协调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一个难处 也让他们共同来面对处理 从我们的专业跟诚意 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服务 也让他们知道买保险买的最重要的是 买一个保障跟服务 按照我们每一年做签套问卷的执行 通常我们一定会跟对方 有某一个程度的接触 比方说要了解他们买什么保险 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 除了做问卷以外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接触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很多大企业或者说企业客户 他们都有个专责的部门 有的可能两三个 可是有的真的规模也不小 因为那个牵涉到他们年度 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预算 所以我们讲专业没有错 因为客户真的是很专业的 他们内部本来就有很多专家 再讲讲可能他们有些军师 比如说行进公司等等的 所以在服务这么专业的客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挑战确实是 非常的可观的 所以以贵公司来讲 你们觉得 如果你服务的对象是企业客户 在这个保险规划 或者是保险建议 或者保险服务上面 什么重点是你们很在意的 尤其企业体部分 企业体保险 尤其是大型企业 我们保险服务的重点 应该是在帮客户 妥善地安排一些风险 而不是在保费的高低 在做计较 这是会比较主要的重点 我们从事服务企业体的时候 我们也要对客户的产业 有所涉略了解 这样子我们在服务人员的时候 才会对他们整个企业体 做很完善的 跨方位的一个选种的评估 而且我们平时也要留意 有关相关的一个时事 或者是说法规的影响 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平时 去学习去关心的重点 企业跟产品公司一样 是一直不断地在进步的 他们也是在求生存 也在竞争 所以我想他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与时俱进的技术也好 需求也好 而影响贵公司在这个保险技术方面 或者服务方面 怎么样做到这个与时俱进 跟进客户的脚步 特别是风险管理 你们怎么做到 那核保技术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有专业的知识跟资讯 然后再来就是经验的累积 那尤其是就是近年来 其实外在环境其实变动了非常多元 然后也非常快速 那所以我们这些资讯跟技术 还有知识 其实不仅是从产业 客户那边去学习 然后我们也投入了一些资源跟课程 去培养我们的同仁 那另外还有蛮重要的事 就是在整个就是参考我们资保公司的经验 这也是对于在核保技术上面的投入非常重要的 那不仅如此 其实我们这些核保的技术 然后跟知识 其实我们都透过一个核保跪异 我们邀集所有的核保同仁 然后一起来讨论 然后借由专业的分析 然后针对这些新兴的风险 或是既有的风险 我们会做一些就是讨论 然后给予一些核保的决策做一些决定 然后把这些结果 很重要就是把它输注于文字 把它规则化 因为我们很重要就是 除了核保技术的去专业之外 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个传承 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公司的核保技术 跟专业能持续的延续下去 而如果我们观察 贵公司也是不断的在催出新的商品 所以你们公司内部通常在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收集客户的需求 然后把它转换成商品的开发设计等等 你们通常怎么做 在商品的就是收集上面来讲 我们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成立了专责的单位 它是主动收取市场的资讯 然后评估一些商品的可能性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们是也鼓励我们的营业同仁 因为它是第一线接触我们的通路 还有我们的客户 最了解需求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提案 然后到我们的专责单位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所以我们也是定期的举行了 我们的商品的研发会议 然后召集了我们有法尊 然后我们的精算 核保还有营业同事 来讨论这些商品的可信性 然后并且就是定好了商品之后 我们还会做好最终的管理 包含就是商品的进程 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商品 就是能有效的在就是有效率的时间上面把它推动出来 有些商品很创新 感觉上也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商品的开发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说可能我们好不容易把它推出来 可是市场反应有点冷淡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确实是蛮多的 但是我们是考虑投入这些商品的研发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当然是先考虑这客户的需求 然后还有这个风险是不是可以控制跟管理的 那当然有些商品是可能国外其实非常的热络 可能也是发展已经很久的 但台湾市场可能还没那么快去做接受 那这些是我们以前发展过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觉得保险公司愿意开发一些 感觉上当下还是有点冷门的这种商品 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胸怀 我觉得 因为我们每一年保险新闻会奖里面的商品上一讲 都可以看到有些商品真的是 是领导我们整个产业也好 或者说民众也好的保险观念 有时候我们把它发表出来的时候 很多观众们会说从来都没有听过 怎么会有这种保险 保险公司怎么会卖这样的保险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 这个新商品的不断开发 应该也算是社会环境的一环 我想不知道何总同不同意 也许他可能他投入很多人力物力 但是不一定看到同等的回收 我想应该说环境保护 现在是全球的课题 那当然也是我们公司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在于 刚刚主持人讲的像电动充电桩的保险 其实是我们公司第一家 在台湾是第一家 那我们甚至在全亚洲 我们是第一家设计一个节能保险 那这个发酵呢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跟债宝公司 跟我们的客户一起共同研究 然后应该说研究发展的这样一个保单 那这个保单呢 当然它本身的应该说 我们看到目前的发展性 其实应该说业绩不是这么大 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们认为说 它是未来一个我们绿能保险 要节电节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对每个企业 尤其企业的用电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希望说鼓励我们大家 都是环保节能爱地球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保险保单 虽然在初期我们经过了一年的努力 花了非常多的人力时间物力 去研发出这么一张保单 但是我们认为说它是值得的 而且也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是 我想我们产险公司呢 它越来越像一个说 我就研发很多的商品 那这些商品要到客户或者 企业或者消费者手中 它一定要有通路才能够到嘛 那像我们可以发现说 客户来源或者通路的总领 也越来越多 所以贵公司怎么样 透过各种不同的通路 去开发更多的客户 其实现在人因为很多忙碌 所以他们会就近 找不同的通路管道 来做保险的安排 那也有客户 因为他们的业务性 非常的复杂 他们希望有团业的 专业的团队来做 专门的一个保险安排 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呢 他们希望利用那个 线上的投保平台 来处理小额跟及时性的保险 所以不同的客户形态 其实会透过不同的通路 来做投保 而且他们的主要诉求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公司 其实有发现这些状况 所以我们把我们公司 现有的通路加以区分 然后依照不同的属性 然后以专责的人员方式来服务 比如说有像保金贷的 也有银行的 有车商的 或电商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把通路的服务品质 能更加的优化 更有效率的深耕到 我们未来要发展的 各通路上 我想现在网路投保 在某些险种 也是非常的热门 因为自从两年疫情之后 很多已经习惯 在网路上买东西 所以贵公司在网路上面 也有很好的平台吗 是的 那在网路投保方面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 就是开发性商品 那现有的商品 像是车险 是最大宗 也是民众最喜欢 就是直接上 我们的网路投保平台 去做就是商品的购买 那近期就是像主持人讲的 很热络就是像 旅品险 旅仲险 那我们也欢迎就是 就是观众 可以上我们的就是 网站去做就是平台 是 好 那我想一家 保险公司经过这么长的经营 而且中间不晓发生过多少 国际大事 经济大事 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公司 为了要怎么走下去 也很值得我们关心 我们等一下立刻回来 这几年来的这个环境保护 还有整个这个减碳等等这些事情 是我们政府非常重视的事情 当然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关心的潮流 特别是以金融业来讲 绿色金融 也是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事情 那我想以贵公司来讲 像我们虽然前段有稍微讲了一些这个绿色商品 那在贵公司在发展绿色商品部分 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可以让我们官方了解 绿色金融其实是我们政府的一块的政策 那也是我们近年在开发商品的一个重点项目 所以像我们公司在整个绿色金融相关商品来讲 过去其实已经有开发了蛮多类型的 那反正说是像住宅相关的 我们有就是开发出了土壤液化的保险 那再来就是农业保险相关的 我们有凤梨的保险 那在工程就是相关的话 有离岸风电 然后还有太阳能 那甚至我们也投入了公共自行车的保险 那在整个推出的过程中 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那近年其实政府在推动 就是2050的净零排探 那我们也是非常支持跟响应这个政策 所以在刚刚有提到是说 我们在充电桩充电站的 这个综合保险的投入 就是已经有开发出来 然后也有实际上在销售 那也得到就是很多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跟客户的一个 就是非常肯定的支持 那除此之外 其实近期我们又推出了节能绩效的保险 那都是在支持我们这个节能侵探的政策 希望能达到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那这些都是我们近期就是在绿色金融相关的一个商品 对对保险公司来讲 当然是要紧扣我们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脚步 但从业人员也不例外 因为从业人员既然是保险公司最重要资产 当然要怎么样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这个追求整个趋势 比方说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来 这个保险科技的部分 或者说是AI智能的部分 所以究竟我们未来这些从业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受到这些科技的影变什么样的影响 OK 保险科技还有智能AI 其实对我们就是从业人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那如果我们能妥善的运用的话 其实在我们从业人员的 不管是你的工作效率 还有你的服务的品质 都能得到很高的提升 那虽然说这些就是科技的采用 可能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简易的工作 可能会逐渐的被就是取代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是说 这些科技的运用 其实也会产生一个新的需求 那新的商品 甚至是我们新的就是我们工作流程 那这些都需要一些 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 有更多专业的一个这些知识跟技能 那所以从业人员不管是在学的 或者是我们现行的就是我们的同仁 其实我们都很鼓励说 在就是这方面的这个 应该说技能跟知识的去精进 那我们也就是有举办了一些会议 然后透过就是大家共同去学习 像是那个智能的这个对话 那希望就是在这些就是技能跟技术 还有知识的运用来讲 能够更贴近到我们的服务面 然后不只是工作的提升 效率的提升 然后更希望是我们服务的提升 能带给我们的客户更好的一个感受 是 当然这些新的科技 会对很多人造成一些威胁感 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取代 那总经理你观察我们整个产显业 这些新科技进来以后 有没有真的不适应的人被淘汰掉 或者说有没有哪一些很明显 能够提升绩效跟个人价值的 一些具体的表现 其实在这些新科技的产生 在过往也是 因为其实很多系统化经营之后 其实我们很多比较以前 需要做劳力密集的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都被取代了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在产显业来讲 在每一家公司 我们的人力都是增加的 并没有减少 那其实刚刚也像我们蔡副总提的 其实工作机会还是会产生 而且产生的是让大家 更用思考性的工作 而不是用机器人的作业 那我们用机械化的工作呢 或者是可以用电脑 或者机器来取代的 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用 这些新的科技跟技能来取代 但是伴随而生的是 我们的保险商品越来越多样化 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需要的人力 也是越来越广 而且我们的人力 大家会在学习过程里面 在我的经验里面 大家学习性都非常好 其实学习性都很强 就像手机好了 这个智慧型手机 在初期推出来的第一年第二年 我想还是有很多人抗拒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人抗拒 大家都发现 它是实在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而且这个工具 不管在个人的生活上 工作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在我的经验里面 其实我们所有的员工同事 学习性都非常强 而且适应力都很好 那他们现在在学习 我们全公司 其实大家都会用手机作业 我们也会用手机报价 所以它是非常快速便利的 那我想每一年都会有一批新鲜人 要加入财险业了 但是我们刚刚谈到过这么多 总理你觉得说 以现在的新鲜人 他们说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他必须具备哪一些职能 其实我们公司对新鲜人这件事情 我非常重视 因为我刚刚提到 人才非常重要 那从大学毕业 人才进来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这些新的胜利军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讲新的技术 新的技能 其实真的 大概只有这群胜利军 他们最了解 他们也了解客户的需求 也了解现在的技能 那所以我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不懈 希望可以找到非常多人才进公司 那同时呢 我每一次在他们的心讯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沟通两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第一个要正面的思考 我们碰到所有的事情 我说不管生活工作 所有事情正面思考是最重要的 有了正面思考以后 第二个最重要就是 你的工作态度 要有企图性 要积极 那为什么要有企图性跟积极呢 因为工作态度 就决定了你的学习跟成长 因为新鲜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 学习以后才会成长 所以只要有正面的思考 再加上正确的积极的工作态度 那他的学习过程一定是非常的有效率 而且呢 正面思考就是碰到各种的磨难历练 他用正面的去思考 用善解 因为我常常跟他们沟通就是说 其实别人的不对或别人的问题 或外在环境的问题 对我们来讲就是磨练我们自己 我们要学习适应外面的人事物 那就是我们的适应力 那不论在哪一个地方 哪里的你碰到所有的人 碰到所有的公司环境 其实都会碰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 自己能散解 能解决问题 那这样的正向思考以后 正面思考以后 接下来就是要抱着一颗学习的心 任何的工作 任何的历练 任何的磨练 其实都是各位将来学习成长 最好的历程跟经验 在这个60年的里程碑 您看未来贵公司的愿景跟期望是什么 愿景期望指我们一直持续在落实做的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对客户 员工股东三营的幸福企业 这是我们一直持续在打造 也持续在落实经营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60周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大家许下说 我们接下来是要做百年企业 那百年企业 其实我们还是百年素人 因为我觉得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如何有好的人才 然后让公司持续经营 变成永续经营的幸福企业 好 谢谢三位接受我们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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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